杨树 小姐 姓杨的小子我们带来了 你们下手也太狠了 你看这家伙都半死不活的了 我们没敢下狠声 他只是被小五的药粉迷倒了 这下你可老实了 把他给我绑起来 用湛水的皮鞭 给我狠狠的臭 是 你叫杨树 对啊 你可知道我是谁 京城里成千上万的喘气的 我哪知道你是哪一个呀 都成了我的刀下鱼肉 你还敢如此嚣张 你们几个给我狠狠地打 一块好皮鞭也别给它剩下 是 给我上 杨树 杨树 连我的人都敢打 打了又怎么样 你真是嫌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扛得太沉了吧 好难不跟女动 天色已经不早了 没时间在这儿给你化学袖的 放给我 那是慧王送给我的东西 原来你是和慧王一党 什么慧王一党 慧王与我爹向来势不两立 天下人谁不知道 仗着自己有慧王撑腰 就敢与我们李家人作对 什么张家李家的 你爹到底是谁啊 天底下有几个九千岁啊 你爹原来是太监总管 李锦忠 不对啊 他不是个太监吗 怎么能生儿女呢 这不是天下奇谈吗 信仰子 你死定了 我一定要杀着你 别打了 让开我 你打开工作也不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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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普段也是一个 que춘 朝朝都是下手 丝毫没有溜土 你到底得在谁啦 在下扬述 满华安俗家弟子 请问是哪一路的兄弟啊 妇人之人 罪不可取 这个蛮女朝朝都想夺你性命 你还留着她的命干什么 你先闪开 让我先结果了这个蛮女 再也和你细说 好啊 又来一个 本小姐哥是怕了你们这群粗鄙武夫 我就不姓李 李英月 少把你的太监老子挂嘴边 你到底姓李姓王还不一定呢 谁不知道你的来历啊 那个李景中 原本只是乡间的一个教书先生 穷得急了 给自己来历一道 才进宫当了太监 没想到他狗屎运航 坐到了私立间长印大太监的位置 觉得膝下冷清了 才从乡下抱了你的兄妹俩 你以为你自己 是什么精致玉业啊 平日里你与你的兄长 只会在民间飞扬跋扈 要扬威 被你们兄妹俩欺负过的人 还少吗 原来你们兄妹 是被李景中暴养的 那看来 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现在竟想荣华富贵 身居高位 却不知足惜福 还在这里为非作态 你少啰嗦 本小姐行事用着你来教训 要动手赶紧的 装什么忠孝结义一大堆的 本小姐懒得听 你想死还不容易 我马上成全你 这是佛门清静之地 便动为杀气 这份庙里共的是观音娘娘最大慈大悲 我杀了这个恶女人 让同儿儿女的九千岁心里痛上一痛 这是为天下人抱成血恨 行的是大慈悲 你要是不敢进血就赶紧躲远些 别误了我杀人 你给我闭嘴啊 你怎么 我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 我怎么 你这样的观观子女我见得多了 视自己为菩萨 视他人如粪土 如果我是你爹的话 我一定会给你一顿板子 让你知道什么叫好歹 什么叫规矩 东西 我求求你 这个事的 心太乱 就会衍生祸患 我没有 我让你听到我 我求求你 我说我 不怕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 不欢迎我 如果你还想洗了我 就赶快走了 我今天晚上要早点睡 要不然随便被你损伤几句 害得我心情不好 明天在科场上 你一定就要大打折扣了 真是勾咬吕东兵 我可是动用了全京城 各大门派的关系 才打听到了一点内部消息 你到底是听还是不听啊 那你说来听听 我听说 那个九千岁的儿子李重霄 还有李应悦 自幼便好勇斗狠 刚收养他们兄妹二人的时候 九千岁就重金请了 当今的武林高手 来教他们武功 虽说他们资质平平 只学到了一点三脚猫的功夫 不过你明日可要小心 恐怕你一早 就会被他们踢出去 科场较量 众目规规之下 他们如何施诈啊 说你是带官 你还真是带得出奇啊 照规矩 明日第一轮比赛 将是车轮大战 所有的武举都要两两对决 胜了才有资格留下 只要主考官那边一动手脚 你的对手就有可能是这一届最强的武举 那我岂不是坐以待毙 我帮你查过了 此次武科区较量 呼声最高档 有三个 一是华山的石友 他使官一把长刀 力大无穷 二是峨眉派出身的浊超然 使得一手好刀法 三是武当的乐文 他也使得一把丹刀虎虎生风 你要是想赢他们 就得知道他们的弱点 你现在怎么啰哩啰嗦的 说了半天也没说到重点上 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呀 你可信得过我 你看 又来了 你以前不是快人快远吗 现在怎么跟女人似的 我当然相信你了 如果我当不上武装严的话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 我不信你 信谁呀 算你没卖道理 把我都伸过来 把我都伸过来 好好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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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世昌 桑州长盛 武当乐文 峨眉浊超然 南华阳述 京城 李重霄 大人 大人 今天所有考生都已到齐了 各位 你们都是七年舞科场开科取士的人才 今天第一轮比试 台湾各位舞举轮番开展 车轮大战 谁若能赢得对手 谁便留下 谁若打输了 请自动离开贡院 各位舞局 请你们自行挑选对手 哪位好汉愿意与我比试 华山石友愿与你一战 九仰大明 我的运气可真好啊 第一个较量的就是如此高手 华山石友 华山石友对南华安阳术 举兵进 准复权 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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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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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有行程 化妆怪 天生只剩有怪 你只长刀 鼓起来微风能力 好 见之像传说中的猛扎龟 好 好 虽然地带不穷容易夺责心机 却也有必顾 天生地带的人往往心态浮躁 不想速战速决 好 只要你小心应对 四两多千金少路破绽 用托子绝定其分心 便有取胜把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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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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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代表别的地方都在 送我关机起来 走进无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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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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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欢迎杨树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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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了 好 太狼人了 好 好 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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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一举吧 就是你的 冬希 能打一这场你都会有你了 你看 调劲飞 一进去 我打净 那是 好好好 好 对 走开 是 好 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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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南华安杨树的水牌 哇 起来喽 哎 叔啊 这杨树的赔率也是多少啊 一比三百 三百 三百 杨树三百 掌柜的 我这有些银子 全都押在杨少侠身上 我押他 下水门才会赢 你没搞错啊 你可看清楚啊 从今天开盘起来 这杨树的赔率 可是一比三百 你还是压力同销的 啊 他爹啊 可是当今的主先生 无论如何 下一年 他肯定能顺利通过 咬牙就押冷门 要是赢了 我这个月的饭钱 可都有了 你要是输了 恐怕连你平日住的车马店里都住不下 直接就睡大街 赵护道 你可不要吓唬我 这南华安的杨树天资聪明 武功不凡 乃是南华安住持新湖的得意门声 精通三十六方功夫 别说他打成下一轮 要打就打到金鸾殿上 让皇帝玉比清风 成为当今堂堂的武状人 不不不不 行了行了 咱会走吧 怎么了 我就是要押 掌规的 收好 小儿 小儿 掌规的 押南华安杨树 好 好 喂 你把银子都压在我身上 万一输了呢 你用心比试 你别顾服了一个好人 让我迎些银子花花 岂不是两全其美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内功的 对了 这几日你就先住在我家吧 虽然我不是什么富贵子弟 但是一间小屋 一日三餐 还有醋沙淡饭 还是供得起呢 这可是你说的 嗯 那我可就答应了 好 还有一件小事情 要有劳先生呢 明天科举进行 第二轮较量 犬子 也在污局之里 咱家希望他能 一直赢到底 这件事 也要先生你多多帮帮 九千岁 您请放心 举手之劳 一招小事 谢了 客气 一招 一招 二招 一招 你必须拿到的状态 此事关系的大力安危 好吧 拜托人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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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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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队 南华安阳树 对京城 明月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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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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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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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华安 杨树营 来 来 这个长生 才是两文并没有显身露水 和这一文 他居然打败了武当队 拿到了 进入决赛会合的资格 看来 他将是杨树入境 你不觉得此人办法非常诠意呢 每一道书上 都负一所词 令人 有黄泊胜黄之感 诶 你可少说两句吧 你看 战官要与诸超人陪的事呢 经过三文筛 留在厂堂的乌鸡 竟良良无奇 只要杨树打败这个诸超人 被你进入决赛会合 可是进入决赛会合的只有两名 那个长生已经拿了一个 戴官 这场你可一定要赢啊 我来做什么 祝福 我来决赛会合的 你啊 我来决赛会合的 你说就是我 我来决赛会合的 那我决赛会合的 多谢相救 我输了 能让 大家都进一进 进一进 满官宣布 苍州的长盛 南华安的杨树 二人已进入决赛回合 二人将笔试射箭 鼓手与兵刃 胜者 便是荆轲的武状元 华安的武功是威震天下 各位 你们手中的这些钱 可都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到底要押给谁 你们可要仔细争处 选这个杨树肯定是没错的 有道理有道理 这里是杨树 威震四海明亮天下 敲人 这对决 翻封箭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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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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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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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出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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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 攻陷比诗 南娃安阳述胜 好 好 好 小池先生 今天你输了 是在下一时之后 请九节最原谅 九节最尽管放心 明天的比诗 小池一定会赢回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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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武功的路数 不太像中土文派 说得对 这件事 此人的确不怪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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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可以 去吧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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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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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 唐中 唐升也安 你没事吧 没事 奇怪 告诉眼睛怎么一花呀 你被人踢了一脚 眼睛能不花吗 梁叔叔 没事吧 没事 好 客官请慢用 小文 长盛在这街坊 多谢 快 别人啊 走 走 小白 这次刀法如流星闪电 你看清了吗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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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盛 打败我众多高手 今天特来吵架 这刀伤 毒口急神 幸而没有伤及要害 放心吧 不信 不客气 都亏世子及时出手相救 不然马大哥就危险了 还是我无能 马大哥本来要创造机会 让我看透长盛的刀法 可是 我还是没有看清楚 我曾听说你们南华安 有一套精妙的箭法 是华安祖师面壁十年所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传来他心法 他明日必能取胜 当了武装员才能拿到静海将军兵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东欣 东欣 第三日比赛 双方持冰刃对决 刀剑无言 死伤勿论 今日杨树好像细心满满 但到很尊物出了 花岩剑法心灯 自从昨夜下了西山 他便一言不发 但是我从他的眼中能够看出 其中充满了必胜的细心 世子 东姑又不敢来呀 一看 不来就不来吧 与四位谋面的生生父亲相见 他的心必然是乱的 不来也罢 好 比赛开始 很快 来 好 来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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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查了 想办法离开他们的世界 您趁机多去马车救人员 三位人 三位人 找死啊 追 别追了 你们已经追不上了 我是为了你们好 少了那些累赘 你们不就可以轻装上路了吗 还是说 你嫌你这些冒财大炮不够沉哪 好你个东西 箱子里的东西虽然是假 但是杀了你却是实实在在的 姜大哥 马大哥 快来救我啊 就凭你们这样也想骗本女侠 这是班门弄府啊 告诉你 我们骗人的祖师爷 死牙子 快说 杨树藏哪儿去了 你想杨树啊 可惜啊 他不喜欢你 我才不会告诉你呢 给我杀了他 我就不信杨树不出来 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出来 快走 走 他们是失踪的余伤 没错 他们就是明镜镇的余伤 你想怎么样 没想怎么样 只想让你变得乖一点 你赐我一剑 我就赐他们一剑 你可听清楚了 这招的余伤 你们不是号称 旧苦旧难维护天理吗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用你的命 去换他们的命 你真是卑鄙 你要向报仇冲我来啊 何必要伤及无辜呢 这些遗憾啊 卑鄙对我来说 是很悦耳的赞美 怎么样 后悔你的正义之心了吗 为了取取他人的贱命 大胜自己的性命 我怎么算 都是个赔白的买卖 不是吗 性命哪有无贵之分 只有自甘低见诚 才有自想法 嘴硬 是 看看你这个可怜的样子 不要再做无畏的征长了 乖乖的受死吧 我暂不要打了 快门 快门 你快门 快门 快门 好啊 那你就试试 你们这叫什么打法 叫你命的打法 我记太人剑 太人记我尊 这就是所谓的心意相通 像你这种自私自立的人 是不会明白的 你只让其他人为你死 却不都能舍身忘死 什么舍身忘死 我让你们统统死而无生 那些东西 罢了 大瓜 三弟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情况就是这样 我低估了杨树那些人的实力 尽管 我设下了层层的措施 可仍然没有瞒过他们的眼睛 运送大炮到明江镇之时 大炮 被西数摧毁了 你是说 我等了这么长时间 花了这么多钱 在你们东营造的大炮 现在成了一堆废铜烂铁 王爷息怒 此时是在下的失误和大义 在下冤灵造法 不过 希望王爷不要因为此事 影响你我的合作 我们都赢 上上下下都希望辅佐王爷 早日登上大铜 至于大炮之时 给王爷带来的损失 在下 在下 一定竭尽全力不成 朱叶兄快快请起 你言中了 这次虽然损失惨重 那都是因为杨树他们太过强迫了 朱叶兄一直辅佐本王 本王怎能看不出来啊 你我之间 本来就应该同舟共计 共赏大义 多谢王爷 宽宏大量 在下 感激不尽 来 坐 只是这批大炮 是本王攻城掠地的根本 现在悉数被毁 对下一步战局不利啊 其实 在下早已有主意 可以使这批大炮 失而复得